华联县强任台湾计划再创里程碑 由华联市的国新国联主商三个礼 共同举办的五角本任性社区 士兵演练顺利展开 以收容所开设为演练主题的活动 全程无预先布置检验社区 在突发灾害中的应变 还有调试能力 有国新礼国联主商礼慈基金会 师兄姐们 台湾宠物保姆伙伴 还有华联局处 华联市公所共同办理华联县 第一次社区五角本的食品演练 展现强任台湾计划推动的任性社区 近年的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 很多的日本的媒体 外国的媒体都在采访 那就是希望 就是很迅速的能够做这样的一个 这个部分起来 那可以安置的部分是很迅速的 那我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刺激 他给我们博卫革平 以及我们所有的毛板 跟任何任何的所有的 我们跟他开口 他都愿意来做一个协助 那真的谢谢 那所以也希望说社区的 我们所有的好伙伴 能够记得我们今天演练的这个部分 因为大地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在场充满实证精神的演练 为花林县灾害疫苹中心 奠定的更加稳固基础 期待为了能够持续深化市区 以及组织间的合作打造更有防灾韧性的花莲 记得订阅华社导